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关心今天这个农业起床 我们今天开始 今天是感觉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因为因为明天开始冷空气 就会慢慢来减少 所以这个冷气团 在明天就会稍微减少 我们台湾的风向 也会为这个透白空 更冷 更冷的透白空 明天开始有专程 这些更温暖的透洞 所以在我们台湾没有地区 因为是这个影响的透明 所以感觉是在我们台湾没有地区 不过在我们台湾没有地区 包括我们台湾没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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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期的时候 这些温度都会慢慢穿起来 因为这天气都算是不错 都可以看到一头 所以这温度穿起来 这个速度算是更快的 不过大家要稍微注意 就是说这日夜温度会更大 在暗时到早上的时候 相同是更冷 更冷 尤其是在明天的早上 相同是更冷 大家是要早起来做 也要特别注意这个温度的情况 这温度相同是比较高 尤其是在我们的空旷地区 在早上的时候 温度会比较低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今天的农林渔木小镇 要给大家提醒 就是我们的农业实验所提醒大家 要这个角白笋的话 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产区 可能会有新的有害的生活 这个角白笋卷叶结盟 还需要注意 可能要有些处置 最近的话 可能有些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那就是我们的荔枝春象 目前是正值月冬后的 苏醒这个知系 所以提醒大家 它的黄金防治时程 以及它的要及时拥有 这些荔枝春象 可能很多 大家可能有常遇到 就是要留意它的这个身体 可能不要说用手去直接碰触到 或者说皮肤去碰触到 因为它的一些身体的话 是有一些腐蚀性的 要特别注意这个防范一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气的部分 在我们今天开始 今天跟我们是冷风气的影响 没有在明天开始 早上风了 水气也变得比较早 我们全台湾天气 可以说是不错 只有我们冬半部 也会让民地区混乱 更多毛地上没有准复 像这样 较稳定的天气 差不多可以冬到拜山 拜山进行都是较稳定的天气 不过在拜市开始 拜市跟拜国有更多 因为南方的水气越来越多 所以对流发展比较旺盛 会有一些打雷闪电的情况 礼拜四 礼拜五 所以在拜山进行 是较稳定的 拜市拜五的月 可能就较稳定的 甚至说 因为南方的水气越来越多 所以对流发展比较旺盛 会有一些打雷闪电的情况 礼拜四 礼拜五 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看 在在未来整天 什么地方较稳定的 在拜山进行 几乎都是没什么稳定的 但是在拜市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封面云气通过之后 群台湾 专台湾弄了好的机会 尤其的话 可以看到南方水气 逐渐有一些增强 南方暖室空气 有一些上来之后 也有可能局部地区 对流比较旺盛 就会雨会下来比较多 所以提醒大家 拜市时 可能天气的较不稳定 要提早做一些这个准备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龙脚起床 明天再次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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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